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Syvacus WP&I这个功能 WP&I这个功能是旅行同业限定使用 那它是一个特殊机票价格的一个过滤工具 主要的特点呢 它自动可以搜索全世界最低的机票价格 那一个指令呢 它同时可以帮您计算1000个机票价格 可以帮您去做排列做组合 那最多呢可以提供您9个最低票价 那同时呢可以让您去做查看 并且同时做预定 而且它保证当场就可以预定的到哦 OK 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 可以让我们更了解WP&I这个功能呢 有一个客户 他告诉我 这个他有一天他的客户要告诉他 请他查这个高雄到伦敦的一个票价 那我们在APX系统上面要怎么样去帮他查这个案例呢 OK 首先 我们先 下一个I 客户要到伦敦 从高雄出发 如果搭长龙 从台北出发 机票价高铁大概是4万5 那我们要 这部分 要怎么样去帮他查有没有更便宜的票价呢 首先我们先帮他订一个Option的一个行程 随便订 高雄到伦敦 随便订一个歪仓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已经预定到全程都是歪仓 国泰全程都是歪仓最贵的票价 那我们查查看有没有比较便宜的票价呢 通常歪仓都是最贵的 那刚刚系统告诉我们 可以下 这个WP&I这个指令 试试看 我们打WP&I 这时候系统会出现 Buggen Fighter PLUS IN PROGRESS 请稍待 我们看看 系统 他搜寻1000个票价之后呢 他会给我们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稍待一下 OK 大家看一下 系统 他这时候马上就跳出来了 如果您要搭的是国泰这样的行程 他建议你 当下是订V CLASS 可以得到一个47000的一个这样的票价行程 那这个指令呢 是下WP&C B 好那下面呢 他跟你讲 如果您假设 要看其他的option搭配的票价呢 您有 这个CI加BA 这只要36000比较便宜 那下面还有option 2 OK 那我就打 往下看 下面也有其他option 其他的option 然后最后到了4万多了 没有看到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华信接KLM 然后再接法航 这个行程是变转三段 那就比较远 票价还比较贵 好 假设 我的 想给客人的建议呢 就是订国泰的 这边写国泰的V 对不对 我刚已经订到了 我想要订 就是要打WP&C B OK 我先打一个WP&C B 给各位看一下 WP&C B OK 好 我就已经订到了一个V Class 全程改换成V Class 有没有 全程我已经换成V Class OK 假设呢 刚刚大家看 我想要预定的是这个option 1 系统上面 这个option 1 它告诉你 你要预定这个option 1的话 只用WC Ending option 1 那我这边我就打WC Ending 1 OK 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 这时候这个36,000的票价 我已经订到了 信号i给大家看一下 好 好 那这个上面订的很漂亮 就是国泰再加CI加BA 这个行程 都已经订到了 那我就打一个名字 再加一个F2 我的976 Enter 我就已经订好我的行程 哎呀 OK 整个记录就完成了 你说这样简单不简单呢 好透过我们这个案例 我们可以 看得到 原来的票价呢 大概是4万多块 好 透过我 这个WPi这个指令 他叫我们选择 最佳的仓等 我用WPNCB 去订到了国泰 得到了47,000 这个票价 或者呢 我下了WPi 我选择了option 1 WC ending option 1 得到了CI加BA这个36,000票价 这种种有不同的票价 都可以让这个 客户 旅客做选择 你说这样子 不是很方便又快速呢 所以最后我要告诉 大家 掌握票价就是专家 只要透过这三个步骤 WPi 之后呢 让你选择 您是否选择的是最低 票价中的 选择用WPNCB 或者呢 选择其他的option搭配 你可以用WC ending option number 做定位之后 最后 打完了976 做一个ER 您就可以完成一个定位记录 您说简不简单呢 下次您就可以试试看了 这个就是我们 跟各位讲 WPNI的好处 谢谢各位